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李部長 王蘇長 葉蘇長 請部長跟兩位蘇長 委員長 早 部長早 辛苦了 部長我想請教一下 4月6號有一個大遊行你知道嗎 我知道 那去年8月有一個類似的遊行 去年8月有一個類似的遊行 那這主要在訴求什麼 訴求大概是他們的勤務 勤務人力的問題嘛對不對 那我想請教部長 這兩個遊行有沒有申請集會遊行 都有嘛對不對 但是最後 他們因為到達一個 他們沒有在集會遊行申請的地方 所以被下令解散 有沒有這回事 來葉蘇長 到高雄市政府嗎 不是不是就是台北市政府的門口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的門口 消防局的門口 後來被下令解散嘛對不對 那我請教一下 這個我請教王蘇長好了 集會遊行如果戴面具 或是訴求 有不一樣的訴求有沒有關係啊 如果他有合法申請的話 合法申請的話 呃 我的告示牌啦 我的裝扮啦 應該不在約束的範圍之內吧 但是 來我告訴你 有這個事實啦 有這個事實 有一位齁 有一位警銷人員 他戴著面具 然後呢 他寫了一個招牌說 署長拿金條 隊員等爆竿 結果被你們的分局長 要求要把面具拿下來 啊 後來他沒有拿下來 還被強制脫下來 有沒有這回事 有沒有這回事 那事實上是 所以我去集會遊行 我連面具也不能戴 我的牌子也不能拿 是不是這樣 這還是你們自己警銷人員呢 對 按照這個原來的極有法的 第十 第十五條來講 十四條 就是說 第六款 就是關於身份辨識的化妝事項 如果說 這是可以給予必要的限制 給予必要的限制 所以你們以後都要事先送你們看 如果我的 我根據的這個報道沒有錯的話 他是戴著鋼鐵人的面具 然後去參加這個遊行 這個也是一個反恐的效果嘛 結果你們就分局長 你就要求他拆下來 他就沒有 沒有就立刻被他 被他分局長 直接把他拆下來 有沒有這回事嗎 這是你們自己的警銷人員 對 好來謝謝了 沒關係啦 來我請教部長齁 部長你對這個看法如何 我想第一個這個現況 我 是我並不了解 你不一定不了解 第二個當然 我希望你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這個事實 自己的警銷人員 針對勤務 針對人意的問題 在做示威 在做遊行 他們只是很理性的訴求 結果因為裝扮的問題 還被要求 這樣不太合理吧 呃 當然是 他們還是要遵守 當然要遵守嘛 所以被勒令解散 他也解散了嘛 對不對 穿戴面具 其實 老師講起來 沒有這麼嚴重吧 這我們來看個案吧 好你研究一下好不好 來 部長我今天其實真正要問的問題是 我們還是原來的問題 它是一個人力的問題 對不對 還有勤務編制的問題 是 我想請教那個部長或是葉署長齁 現在我們消防人力跟我們一般的民眾的配比是多少 這個數量比較清楚 來了我直接講了 你看我講的有沒有差距 台北市1-1653 高雄市1-1851 新北市1-1888 台中市1-2322 台南市1-2006 大概這個數字吧 對沒有錯 我先請教一下喔 當初五都合併的時候 高雄市高雄縣 舉例啦 高雄市高雄縣 加起來這個是怎麼算 它的原額到底怎麼算 就是高雄市的原額加高雄縣的原額加起來就是 現有的原額 對那就是 現有原額是這樣算沒有錯 所以因為兩個合併 高雄縣是合併 但是剛剛講的四個條件 包括面積包括人力 包括自然包括什麼 都有變化 結果你們都沒有調整 就直接加起來 喔沒有 那個在預算原額的部分 會有調整 會調整 預算原額會調整嗎 實際原額有沒有調整 也會調整 也會調整 只有編制原額沒有動嘛 對不對 好 那我要問的問題是 你知不知道其他的國家 大都會裡面 民眾跟我們的消防比大概是多少 像東京的話大概 那個1-864 東京大概1-731 你說的新加坡是1-925 紐約是1-519 有了 顯現我們人力跟其他大陸會比起來 嚴重的不足嘛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剛剛也談過很多 我們準備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部長 這個恐怕是國家的預算跟原額的問題 一個是預算的問題 一個是原額的部分嘛 原額的部分 剛剛也協調過 請考試院這邊來配合 包括全區部 包括這個考選部 然後人事總處這邊 他們限制編制原額 跟預算原額 這邊可不可以調整 用這個方法來調整嘛 對不對 那部長 你們在裡面 包括你們的警政署 包括你們的消防署 你們自己可以調整的部分 是哪一個部分 我們能調整的很有限吧 我們只能把 應該是勤務跟人力的規劃的問題 我們只能把第一個差額補足 好我想請教那個葉書長好了 我想請教你喔 消防法第一條規定 是什麼 就是我們消防的這種三大任務 消防三大任務包括什麼 預防無災 對 搶救災害 緊急救助 這是消防法第一條嘛 我請問你開門屬於哪一個項目 項目裡面 那是衛民服務 幫人開門屬於哪一個項目 衛民服務 因為一個台北市議員 他鑰匙沒有帶 你們派了多少人力 去幫他開門 還坐雲推車 有沒有這回事 有 這個是你們消防的業務嗎 這個是你們消防的業務嗎 當然不是 不是嘛 所以嘛 因為他是議員嗎 當然不可以啦 不可以吧 對不對 所以你們現在還有一個存在很大的問題是 你們真正的人力規劃沒有妥善的規劃 才是這個問題跑出來 本來人力就不夠了 我也同情你們 我也認為應該加人力 對不對 用盡各種方法增加人力 但是勤務的分配這個是很重要 這是你們自己可以掌控的嘛 對不對 如果一個議員忘記帶鑰匙 叫他自己想辦法嘛 怎麼可以動用雲梯車 然後上六樓 爬進去 開門 還花了四十五分鐘 有沒有這回事 這要檢討吧 當時媒體報導是說他來測試我們的消防的這種機動 不是測試啦 他就收拾賣機車在測試啥 鑰匙沒帶嘛 來我再請教齁 那還有很多警察局的情務 還有我們警察同學的情務 我們在集會遊行 是不是有時候都派了太多過多的警力來維持秩序 有沒有這回事 曾經有過 所以我們每次都希望他們能夠精算警力 不是曾經有過啦 你們都過度 只要有活動喔 你們都過度緊張 我上個禮拜辦了一個音樂會 結果去了三四十個 我嚇死了 我說那給這麼多人 那警察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們就要這麼多人 那現在所有嘉義士要到小活動 不管是不是我辦的 警察局固定每天要來兩個同仁 請教我說 哪一個活動要辦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你們人力分配不當嘛 是不是這樣 人力分配不當嘛 太多其實沒有需要那麼緊張的問題 結果你們通通在分配這個工作 然後我來問一下 這裡面包括幾個問題 我們覺得很有問題的 包括文靈院 包括光華社區 包括過去的苗栗大埔事件 那這些我們後來都發現 警政署也有承認說 我們確實在執行的時候有失當 是不是這樣 有幾個狀況 有幾個狀況 確實有失當 我請教署長的是 這個失當最後怎麼處分 對於這個 執法失當的 這個我們的同仁怎麼處分 苗栗是有援警 因為他在現場有不當的這種 到最後都申戒了事吧 對 申戒了事吧 所以現在問題其實在這裡 來署長 其實問題處在這裡嘛 就是說 本來我的人力就不夠 急需要補人力 但是我在勤務的規劃 也花了太多不必要的人力嘛 開門也要我們消防隊去開 對不對 然後有關集會 尤其你們就特別緊張 為什麼 上面盯著緊嘛 上面隨時問你們狀況嘛 所以派了一大堆人力來 幹什麼 製造緊張 然後加上執法不當 你們也是深夜處分而已嘛 那難怪警力會越來越吃緊嘛 是不是這樣 像這種事件 都是地區分局 他需要多少 我了解當然地區分局 然後他跟我們 他需要多少人 他抱多少人嘛 那現在我跟基層同仁的了解 我跟基層同仁的了解 就是說 現在上面緊張要死 各個局長都分 各個縣市的局長都緊張要死 因為只要一有狀況 上面就會處分 所以現在就拜 我寧可多派人 但是我不能人少 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這種情形 這個不是我的 我的意思 我每次都要求這樣 但事實上縣市做出來就是這樣 我們保安組也會算 你不需要那麼多警力 你的狀況不需要派那麼多警力 我們不見得給他 我自己一個音樂會派了三四十個 那我不曉得 那我來問問 你看嘉義的局長 所以這個部分我是這樣 我是這樣講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警察人力跟消防人力 就非常辛苦 我們這些同仁都非常辛苦 包括我在當縣市副首長的時候 我也是一再堅持 我們兩個單位的這個超勤津貼 這個都要很注意 所以嘉義是看起來情務還不錯嘛 但是我現在要要求就是說 你的人力的分配 你的執行的過程 你呢 這個是你們自己可以控制 這個一定要嚴格控管 一定要嚴格控管 不必要人力 沒有必要泡 不必要出的情務沒有必要去嘛 這個才是有辦法讓人力有效運用嘛 你們現在的問題 人力已經不夠了 然後所有的亂派 然後就造型很多執行不當 煩嘛 我的勤募那麼重 我很煩耶 是不是這樣 所以有這個問題 你們需要檢討的問題就是說 情務人力不足的時候 我怎麼來處理 啊這樣的問題 我怎麼靠各方面 我的情務的安排是不是妥事 是這樣嗎 應該是這樣子吧 應該是這樣 對 所以我希望喔 今天特別要求我們部長還有兩位署長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但這個部分一定要適當的規劃啦 議員沒招收拾 他自己去改館啦 齁 不應該派雲梯車去幫他開門嘛 對不對 那抓貓抓狗其實很 照理講喔 也不是你們的業務範圍嘛 對不對 然後警察局 所以這個 該有的情務 該處理的治安 老師講起來 去年的治安 現在大家對你們還是不滿意的喔 將近70%不滿意的喔 所以這個部分要加強要處理 人力不夠 趕快要求 人力不夠 請各單位來配合 但是人力的配置 還有人力的分配 這個要非常注意 然後更嚴重的是 如果有執法不當 或訓練不當的時候 這個部分一定要嚴格的要求 否則就 就這樣 每次都這樣 反正我去 我隨便執法 我隨便動手 都無所謂嘛 最後是三屆了事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長 拜託你一下 這個部分一定要嚴格要求 我們該可以掌握了 可以掌握 那其他部會幫忙的 我們也請其他部會幫忙 像考試院 像人事局 這個我也都帶過 我也可以幫你們一點忙 請他們這個 配合一下 那否則的話 我們人力不足 然後我們真正的情務又亂七八糟 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好不好 請大家努力一下啦 好不好 謝謝